对爱反登陆设计的CM11游户坦克这坦克确实够老了,台湾最近一直在谋求购买美国的M1A2主战坦克, 已经换自己早已老旧的M60A3主战坦克和CM11永古主战坦克, 据环球网站,万万将与明年正式编列预算,向美国购买两个银约100辆M1A2主战坦克, 对爱将要购买的M1A2坦克对此,大陆军迷克兴奋了, 甚至比对爱更希望台军能够早日换装M1A2坦克, 毕竟,对爱运输大队长的称号,可是知名已久, 从某种营义上讲,对爱M1A2坦克到货, 基本上等于我军兰军与那M1A2坦克到货了, 突上解放军涂装的M1A2最近小编在西班对岸军队的家底时发现, 他们手里的宝贝还真的不少, 宽度在花大前替我们全息全伟地保存着, 如此认真负责的仓库保管员和运输大队长, 放眼古今中外,都是难得一见啊, 宋物资德国民坦兵对岸手中的第一大宝贝, 便是齐空军的F16V战斗机了, 这款战斗机由对岸的F16AB战斗机升级而来, 虽然发动机还是F16AB战斗机的老款发动机, 但是它换装了全新的任务计算机, 更精进的航电系统和有源相控阵雷达, 台湾媒体公布的F16V升级方案, 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称F16V上的APG83可变迷接波数雷达FAB2性能完全能与能与F35闪, 第二的APG81雷达比肩, 两者的零部件通用率达到95%以上, F16V的先进数字化作仓此外, 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透露, 对岸为了升级145架F16AB战斗机, 足足付出了18.5亿美元, 对岸自偷摇包花大价钱, 只为全新全益, 提升我全战斗力, 这得是多么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啊, 驾驶F16V的讲清话中类, 还要代替雷智林被活捉, 这第二大宝贝, 便是对岸的A8645装直升机, 对岸装备的A8645装直升机, 是最先进的A864E, 但号守护者, A8641守护者装备了先进的JT联合战术无线件系统, 还更换了功率更大的功率, 更大的P702G1-701D发动机和新的复合材料展现, 还具有操控无人机的能力, 以及仪表飞行能力, 性能比我军的5G是更加先进, 对岸的A8641守护者武装直升机, 因此, 我军接收A8641之后, 先进P7002G1-701D发动机, GET, 10吨级直升机传动系统, GET, JT联合战术无线件系统, GET, 于是先进武装直升机科技数点亮, 顺带来自VAH-64空突鱼也建设完成, 世界上最先进的窝手发动机, P7002G1-701D对岸的第三大宝贝, 就是著名的爱国者防空导弹了, 目前台湾装备的爱国者防空导, 它主要为三套爱国者PEG-2型防空导弹, 和六套爱国者PEG-3型防空导弹, 此外, 台湾正在将爱国者PEG-2型防空导弹, 提升至爱国者PEG-3型防空导弹的水平, 对岸的爱国者PEG-2导弹和PEG-3导弹, 爱国者防空导弹, 是美军战区防空半导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, 是美军对战术弹道导弹的最后一道蓝天线, 其中爱国者PEG-3型防空导弹, 是爱国者系列防空导弹中最先进的一款, 爱国者PEG-3型防空导弹, 不仅能够拦截上百公里万的战斗机巡航导弹, 还能够拦截射程低于一千公里的战术弹道导弹, 爱国者PEG-2导弹拦截道导弹, 相信我军接收了对岸的PEG-3防空导弹之后, 空军火箭军都是这句台词, 原来爱国者是这么个套路, 火箭军, 去去爱国者, 看我宝盒攻击大法, 我们再来看看对岸的第四大宝贝ERC英眼预警机, 虽然ERC系列预警机已经发展到了ERD型, ERC已经开始过时, 但是ERC的另一重身份, 却让其对我军价值极具飙升, 那就是现在固定一预警机, 对岸的ERC预警机五国海军, 算是演唱很久了众所周知, 我军的航母战斗群, 目前只装备了预警直升机, 无论是滞空时间, 还是侦察范围都十分有限, 极大的限制了我军航母战斗群战斗力的发挥, 解放军海军, 鹰, 鹰鹰人家只有预警直升机, 而我军, 接收的ERC预警机后, 只需要防止其机体和发动机, 更换上险进的雷达, 就能够快速制造出自己的舰载固定预警机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